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不忍自乱大梦 小魔神死不足惜 可三界四周的性命 还都压在他身上 谭大剑 你不要装死啊 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可怜你 这个景象似曾消失 难道他就是在这里死去 然后化身成魔了吗 谭大剑 谭大剑 醒醒 救他 救他 小姐 是你叫我 我叫你 快进来 小姐 是你没醒还是我没醒 你说什么胡话 赶紧去烧洗澡水越快越好 救人要紧 快一点 小姐 你方才 怎么跟姑爷抱在一起了 我们不是夫妻吗 那人间的夫妻 不是理所应当同床共枕的吗 人间 快看看洗澡水烫不烫 哦 好 小姐 水不烫了 春桃你先回去休息吧 好的小姐 这些伤 是被夜夕误打的吗 早知道小魔神弱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也不会赔上四周三界的前途 来跟他赌这口气 快缓过劲来吧 拜托拜托 你可是魔神 为了四周三界 你也不能死啊 谭台剑 你真可怜 又是你 每次当我冰死的时候 你都会出现 我一直都在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就在我的身体里 你想要它吗 还不是时候 不要着急 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吗 是啊 二十多年来 这副身躯给了你什么 只有疼痛 饥饿 寒冷 屈辱 还有受困于人 有朝一日 你可以摆脱这副肉身 将灵魂奉献给我 然后你将得到永远的安宁 无所谓 无所谓 不管是这副身躯 还是什么灵魂 你若想要 随时都可以拿去 我不稀罕 谈台剑 耐心些 你要尝尽人间的苦楚 汲取无尽的怨恨 你背负着命令的诅咒 注定不得擅住 当你的痛苦达到巅峰 生命走到尽头时 我会来接受你的陷阱 原来 五百年前 人间的月亮这么明亮 可惜似陌生临时 到处都是灼漆 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过月亮了 生为魔胎 身负邪骨 这邪骨究竟生在何处 找什么样子 究竟哪一根才是血骨 没摸出哪块骨头 有什么不同啊 你在做什么 你也醒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点赞